下报告 那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包括预算寻达以及法案的这个审查 那法案审查也可以另行在发言 所以我们征询各位委员 是不是同意今天的发言时间为6加2分钟 可以吗 反正你审法案的时候还可以再讲吗 审法案就没有什么限制 是啊 是这样子没有错 好吗 可以吗 好 那我们就6加2分钟 上午10时30分截止发言登记 上午10时30分左右休息10分钟 如有临时提案中午12时左右进行处理 本会委员针对中华民国103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有关行政院劳工委员会主管预算公务部分案 如有增减意见之提案 请预算处理前两日中午12时前 以书面送交委员会 以立预算案处理预期预时不受理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咨询了 那我们第一位请承接入称委员 谢谢主席 我们请潘主委 好 我们请潘主委 通过职业安全卫生法之后呢 相关的预算好像减少 立法院在6月18号有三度通过职业安全法 对不对 那是本席在当招委的时候排进去的 那个本来是国民党的有限法案 为了本来那个是14个行业嘛 那职安法过去之后就涵盖全部了 全部对 可是呢 现在通过的时候细则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相关法 预定是应该是一年之内 目前的进度怎么样 6月18号已经通过了 三读通过 这个细则大概是在年底以前可以完成 年底以前可以出来 好 那你们现在整个 这个是二十几年都没有修 那这次就大幅度的把它修完了 对 可是呢 我们在103年度 预算的部分 确实简列 比如说劳工安全卫生业务 如果扣除它的ECFA一千万之后的预算 103年 比102年少了三百多万 那劳工检查业务少了一百多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那请我请部长 这个部分是这样子 就是ECFA不是增加一千万 那有关这个 本来是工会的部分的补助的部分 因为 劳保的部分 它那边是另外有一个补助的方向 所以我们就移到那边去 再做通案的整病的处理 所以这边就不再变公务预算在这边处理 那其他部分就是通案的部分 只是检列到一百万左右而已 对啊 你现在就是一百多万嘛 对对对 检列一百多万 对对对 那可是这个支出的部分哦 你这个收入的部分也有问题啊 你收入部分有北中南山区的这个劳检所 劳检处嘛 你一百零二年度跟一百零三年度 一百零三年度反而是减少 就是减少了三千七百 三万七千一百六十六万 是 这个为什么这样 我请检查出那个吴署长 包括委员 你们是法需来范围扩大了 反而一些业务全部都减少 啊你们人知道 你们薪水要怎么办 那个应该是我们这个国家经济 比较 经济比较不好 所以你们事情就可以少做 整体的预算 我们会采取其他的方式 什么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精进我们的检查效率 这一部分来处理 所以我们执行这个治安法 这部分我们会透过一些 比如说 你们现在知识的部分 一千 一千 九百 九百六十四万四千 一百零三年度只剩下九百二十万 少了一千 零四十万 这是支出的部分 那收入的部分也减少 知识的部分也减少 这不多 反而就从这里可以显示 你们的业务是不做了 那过这个治安法干什么 我个委员 这个大货全部的行业 你们是准备怎么样 下年度不做了 没有没有 我们会用采取 你现在检查很多的数据 选择很多的钱 那你们要怎么处理 你从哪里拿来补 那我想这个 我们是 这个检查降灾是我们一项的任务嘛 所以我们 是啊 检查这个很重要啊 对 你现在有两项嘛 检查是劳安 劳检法之处罚嘛 还有那个危险性的机械跟设备的检查嘛 是 那这些都是很重要 这地方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是你们现在反而减少 收入的部分 你预估是减少 那预估就是不做事 是这样吗 没有没有 这个绝对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是怎么样 请解释一下好不好 那我想这个因为 新北市 还有这个高雄市 我们这一部分呢 把它授权给他们来处理 对啊 本来没有授权嘛 结果委员检取之后 你们现在五都本来就是 你根据跟台北市都要一样的平等嘛 也给他们去收嘛 那你现在这样的话 是不是其他县市更低了哦 没有没有 这个 各位报告一下哦 因为过去新北市还有高雄市的部分 就是原来高雄县的部分 他的检查权并没有到授权到地方去 那在上个会期的时候把他授权下去了 所以你现在授权 那些检查区域就回归到由地方去做检查 相对中央的我们的北检跟南检部分 会减少他的在这个区域里面的检查部分 所以相关的经费会减少掉 那你各县市呢 各县市还是一样 各县市不做啦 还是一样不是你这边减少 我现在是说 那两边会减少 你的劳动范围 职安法过去之后 那个项目行业是涵盖全部嘛 对不对 那你本来是这样子 那现在反而项目多 反而编列少啦 这是什么道理啊 因为职安法现在还没有就是新的法还没有正式实施 所以现在在编预算的时候还是根据原来的老公安全卫生法 那你好了你说你年底这个细则就出来了 那已经公告了那明年不按照这个法吗 因为他施行的时间还要行政院来核定 行政院核定什么时候要核定 他不知道这个就不知道 因为等你出来的时候 6月8号通过 到现在三读通过来 你们实施的日期 他有那个法律的程序上面 我们按照那个程序上面 所以明年不做这个东西 不根据那个新法来做 是不是这样吗 所以你们才编这么少 不是很少 这个非常重要的业务 因为我们系者之外 其实还有将近五十几个附属法规要修正嘛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立法院 所以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 我们预期是 尽最大的努力 还有半年吗 对应该是半年内 半年就是明年的 半年就是对 要明年的六七月以后 才比较可能 才要运用这个 治安法 治安法对对对 还要报行政业去核定 资刑的日期 即使这样你们也不应该编这么少啊 好啦 我想请那个 资讯局 你们检讨一下 你们自己恐怕都不晓得 你们 你们减少啦 哎 啊减少了 人人在那边干什么 大家都 没事领薪水哦 好啦 请资讯局 资讯局局长 那个 主委 你们职讯局哈 嗯 编这个103年度预算哈 因应贸易自由化就业发展及协助业务哈 大概编了六亿五千多万 那都编在救安基金 102年度编在救安基金嘛 那你们过去的执行率非常的低啊 局长 要怎样提高这个执行率 跟委员报告 实际上呢 因为过去我们在整体的这个 营业贸易自由化里面是有三个阶段 一个是叫振兴辅导 一个叫调整跟救济 因为调整跟救济的部分呢 必须要行政院这个专业小组认定呢 这些产业有受到冲击才会应用 所以那你现在受损产业你现在有认定了吗 现在目前呢 还没有吗 有 在中央小组里面呢 已经有认定 因为我们早收清单的时候呢 已经有认定一些产业 那这个产业呢 虽然说还没有到被冲击到被救济 但是我们已经先做所谓预防性的处理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资源呢 是在提升劳工的一个技能水素 所以这部分呢 你现在我看不到你的受损产业认定是哪些 你现在编两亿六千多万 那么是不是会编像长照这样 你明年的会被核实减累哦 你们不怕这样子啊 刚才我们编到购物预算的部分呢 就表示呢 我们有决心会去执行 六亿多又编两亿多 整个业务都下降 数据也下降 那怎么办 因为过去在 你们好像什么事都不想做了 刚才报告 我们今年度好几项 这么重要业务都减累了 整个的确是有减累 但是因为过去是在基金 基金在累成 主席再给我一分钟哦 我们请老保局 谢谢 你们之后来回答一下好不好 刚刚我提的问题哦 那个 老保局总经理哦 是 你们经常在各媒体登广告哦 那么这个广告的版权应该是老友会的嘛 对不对 应该是 对啊 你怎么替联网 你看 第一页网页 所页就替联网老保局资讯站 其他的 其他的地方 你有没有挂上那个单位的名称 哦 老保局 老保局资讯站就是说我们跟雷罗报 雷网报有定个契约哦 每个礼拜一 他会结尾一个专案 然后我们自己写 你现在不只是在雷网嘛 对不对 你应该有其他的地方在广告嘛 其他单位呢 其他单位你们怎么没有放雷网下 没有放那个名称下去 那一个应该性质比较不像广告 是我们写的文章哦 我们写一些人家通常问的问题 然后把它收集起来 那文章制作全是你们老保局的啊 对 你为什么要写雷网两个字呢 你希望把这个所页这个改掉 好OK 我来 所以你们 你替他在广告是不是 OK 好 好